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物为之疯狂掠夺 甚至为之发起战争 生灵涂炭 但这往往是由男人书写的历史 在男尊女卫的社会中 男人们将全部过错推到女子身上 包四 西施 杨贵妃等人被冠以红颜祸水的名号 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祸国殃民的事 在乱世中他们的命运都被其他人所掌握 由不得自己做主 当国家进行耕朝换代之时 百姓流离失所 就连皇室贵族也无法幸免于难 甚至他们会遭受到更加惨痛的经历 比如北宋的靖康之耻 宋徽宗和宋亲宗父子 以及大量的皇族 飞平 朝臣等三千多人被军军俘虏 男子被奴役 女子被玩乐 受尽屈辱 还有明朝的王国皇帝崇祯帝 为了避免遭受侮辱 自已身亡 甚至还在临死前让自己的妃子女儿等都自裁 因为他知道趋于敌人之下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没有自由 胆战心惊 非人虐待等等 但还真就有这么一例 在西晋时期 惠帝被匈奴人所抓 连同皇后杨宪荣也被抓了起来 而负责这次攻打西晋的将军刘耀 深深地被杨宪荣的美貌所吸引 于是就把杨宪荣抢过来当自己的老婆 那么这刘耀是何许人也 竟然有这等本事 刘耀匈奴族 汉赵末代皇帝 汉光文帝刘渊从子 喜欢读书 广泛涉各种各样的书籍 尤其特别喜欢兵书 兵书的边缘都有破损 一看就是读了很多遍的样子 刘耀是匈奴人 自然长得高大 擒射能力尤为高强 那剑术不是夸的 一剑就能穿透寸鱼厚的铁板 无人能敌 所以在刘渊建立汉国之后 就把刘耀封为剑威将军 一连打下了山西的好几座城市 为汉国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刘耀带着军队攻进洛阳 还命令部下烧毁洛阳方式 杀诸王公几百官以下三万余人 将进淮帝 阳后及传国喜送于平阳 经此一战 刘耀因公被封为车骑大将军 中山王身居要职 而后他又攻克长安 府进敏地 刘耀在外征战 可汉召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尽准因其女德宠于刘灿 逐渐窃取汉国政权 不久发动政变 杀死刘灿 还要斩杀国内的全部匈奴刘氏宗氏 刘耀不仅是武将 他也算是宗氏中人 如今尽准叛乱 他亲自率领军队平定叛乱 他当然顺理成章地建立了自己的朝代 之后刘耀就把石勒封为大将军 命其进攻平阳 净准招架不住 派人向石勒请和 石勒的意思是 反正都是乱成贼子杀了为好 刘耀却不是这么想的 两人产生了分歧 不久 静怀被自己的部下斩杀 他们推举静明为首 静明绕过了石勒向刘耀请和 这大大惹恼了石勒 石勒下令猛攻平阳 最后还是刘耀的军队赶到 接手了静明等人 同意了他们的请乡 石勒同刘耀不欢而散 其实这时 刘耀已经意识到 他掌控不了石勒 但是他现在也是地位未稳 腾不出手来收拾石勒 所以对待石勒的时候 唯有安抚 不能同石勒翻脸 不然他处境堪忧 两人真正翻脸 是因为一个叫曹平乐的臣子 石勒打了胜仗 派人传来捷报 刘耀正高兴呢 曹平乐就对刘耀说 石勒派人前来 就是来探探你的虚实 等这人回去 石勒就要打过来了 刘耀一天即被发凉 又想到石勒 现在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就把石勒派来的人给杀了 但是还是有漏网之余 让他给逃了回去 把事情报告给石勒 石勒彻底恼怒了刘耀的猜忌 所以就反了 于湘国及赵王位 建立后赵 石勒摆脱刘耀之后 迅速崛起 他俩之间的最后一战 是在洛阳 因为刘耀的亲敌 被石勒围困 在撤退的时候 受伤被俘 石勒让刘耀给他的太子 刘兮写信 欲令他急速归降 刘耀却只要求刘兮 和各位大臣 匡扶维护国家 不要因我改变心意 石勒看到信后恨恨不已 过了一段时间后 杀死刘耀 从亡命天涯的孤儿 到万人之上的皇帝 刘耀落魄过 辉煌过 也爱过 恨过 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 还是过于放纵欲望 志气有限 刘兮听说父亲 兵败被秦大为恐惧 和南洋王刘应商议 准备向西保守秦州 上书胡勋劝说道 如今虽然损失君王 但国土仍然完整 将士也未叛离 应当集中力量抵御敌军 立有不知时再逃不晚 已被吓破胆的刘兮大怒 认为胡勋在扰乱人心 将其斩首 随后率领文武百官逃奔上规 在他的带领下 前兆各地方官员 也都放弃自己 镇守的地方跟从 观众大乱 闲河四年八月 不甘心失败的刘耀次子刘应 率数万势众 由上规奔赴长安 想要收复师弟 隆东 武都 安定 新平 北地 福峰和史平等郡的各族子民 都起兵响应 刘应屯军于众桥 石生还城自首 石勒勒令石虎率其军二万人 前往救援 九月 石虎在义渠大败前兆军队 刘应逃归上规 石虎乘胜追击 尸体整计千里 随后上规被攻破 刘夕刘应 以及前兆的将军 郡王 公卿 较为以下三千多人 全数被杀 杨县荣在八王之乱中屡遭费力 同时 西晋也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以后 中原地区就迎来了五胡乱华的长期分裂混乱时期 但此时的一族已经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了 他们不断发起战争 挑衅骚扰中原王朝 其中就有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国 刘渊文武双拳擅长骑射 他趁着西晋诸王内乱 做出攻打西晋的战略决策 派出大将刘耀攻打中原地区 刘耀是刘渊的杨子 年幼聪慧 气度非凡 异于常人 就是在此次战争中 刘耀认识了经历离奇的皇后杨县荣 不过那时的杨县荣已经成为了王国皇后 杨县荣早在当初洛阳被攻陷之时 他就被刘耀所接收 身为匈奴人的刘耀 会在意杨县荣是二婚女人 而且还非常宠爱他 等到刘耀称帝后 他被立为皇后 为刘耀生下三个儿子 刘旭 刘媳和刘禅 杨县荣能够慎宠不衰 不仅因为刘耀喜欢他 杨县荣也很有本事 他能够在八王之乱中安人存活 世俗厉害 有一次刘耀问他 我比起那司马家的小子如何 杨县荣回答 这怎么能相提并论 陛下您是开国皇帝 司马中只是王国皇帝 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 可您却能给我安稳享乐的生活 您才是天下真正的大丈夫 看看这样的回答 就不难理解杨县荣 为何能够在刘耀的后宫中 立于不败之地 尤其他还为刘耀生下了三个儿子 母嫔子贵 他在后宫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甚至还能参加朝政 享尽荣华富贵 真真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尽管他被中原世人臣子评为 静康有女 尚之守真 而杨氏曾为一国皇后 乃尾身强鲁 献媚共鱼 我为中国愧死已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 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